下面来看这几天大陆都发生了什么维权活动 因声援战中而被捕的北京维权人士韩颖的代理律师王宇 13号来到丰台看守所 递交手续要求会见韩颖 但遭到百般刁难 最终王宇律师无法会见当事人韩颖 值得投诉 10月12号 安徽省五湖市云顶国际小区业主维权 抗议开发商欺诈销售 未兑现承诺的学区房 遭警察殴打 至少两名业主被抓捕 近日一段题为 鄱阳城管暴力执法围攻殴打妇女的视频 在网上流传引发网民热议 视频发布者说 10月9号上午 自己和丈夫将店内的花搬到门口除尘过程中 遭到十余名城管围殴并致受伤 目前鄱阳县城管部门证实视频内容属实 涉及打人的城管正在接受调查